就在三年前美国的公共电视台发表了一篇报道 它说美国的家具制造业已经从中国回流到了美国 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美国之音记者 社会学者龚小夏博士 最近就走访了美国家具业汇集的北卡罗莱纳州 我们下面就请小夏为我们介绍实际的情况到底如何 小夏你好 谢谢 很高兴到这儿 对 我们一般美国人说到要买家具 大家宁可驱车万里跑到这个北卡罗莱纳州去买家具 当地的这个家具业非常的汇集 你这次走访的情况是不是也有发现 像刚刚我们说公共电视台说 所谓的家具业回流美国 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这就是我脑子里的问题 因为这两年以前我看到这篇报道 而且这个报道中的主人公说把60个工作移回美国 从中国回来的 那么奥巴马总统专门请他到白宫表彰他 说他是这个领跑者 是企业回流的领跑者 后来呢 在奥巴马做国情咨文的时候呢 又让他坐在米歇尔奥巴马旁边 那么我就说这个家具业到底这个回流是 雷声大雨点小 还是真是有回流呢 我就很感兴趣 那么我先再查这个企业的状况 一查 发现这个企业其实在几个月以前又倒闭了 是吗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领跑先锋已经倒闭了 那到底有没有企业回来 我就开始去找 那北卡是美国企业这个集中的家具企业集中的地方 当年应该是90年代雇佣的人是差不多9万人 所以我要去看看 那你看到以后是不是真的发现 这个所谓的这种Made in USA的美国制造的家具 真的已经重新回到美国市场了吗 还是情况并不尽然 我觉得情况并不是 不光是雷声大雨点小雨点都见不到 我在那一路走访各个地方的人 就发现我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店 那是10万平方米的家具店在看 然后呢 凡是有很少量打着美国制造的 剩下基本上都不是 那么我就去采访了一个 他的负责购买的人 因为我去问工厂说你们品牌厂家 你们这个品牌多少是来中国 多少是在美国生产 他们不愿意说 我想他们有公关的考虑 所以不愿意说 这样我说买的人就明白了吧 那个做的人不说 所以找着买家 买家说 我说有没有看见美国家具业回流 没有啊 我说是没有 但是美国制造怎么回事 它这个美国制造从来都是这儿的 因为这是小批量生产的沙发 顾客对皮的颜色或者沙发布面 有非常独特的要求 所以是特别定制的这种 差不多 就少量的定制 所以他们都非常骄傲地打上了美国制造 但是如果是大量制造的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外生产的 他说主要是木质家具是国外的 木质家具80%或者更多 就根据他说的 都是他说是东方国家来的 也就是说除了中国之外是东南亚 是 小夏我刚刚听到你说 你采访了几位买家这个消费者 从他们的眼光来看看 到底美国消费者对于所谓的Made in USA 美国制造这个商标或者这个名号 它有多大的吸引力 或者他们有多大的偏好 这种偏好美国制造的这种喜好 是不是会影响市场呢 我先说我采访的买家不是个人买家 是商店买家 所以它是大商店进货的进货买家 而个人品牌呢 我也问了这个问题 说你们是不是更愿意美国制造 愿意啊 都很愿意美国制造啊 美国制造质量比较好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说你们会不会 如果美国制造跟中国制造 一样的家具之间 有很大的这个价格差异 比如10%的价格差异 你们买不买 大家基本上都说 我们还是买这个价钱便宜的 是 那么我们最后就来看看 我们刚刚说这个家具业 到底有没有从中国回流到美国 你刚刚说不但是雷声大 雨点小 连雨点在哪都看不到 但是大家也就想 但是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雷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 到底家具业是不是有 当年是不是有流向中国 流向中国的原因又在哪 到后来又所谓的回流美国 它的原因又在哪 根据你的采访你的分析呢 我采访了好多位 到处大家网上可以看到 我比较详细的采访报道 我去采访这个 我发现第一是 流去中国是自然劳动力 不仅是劳动力 中国的原材料价格 是人为的压低了很多 特别是钢铁 这个有些木材木质等等 还有很多宽松的出口政策 而美国这边呢 有非常严格的环保政策 所以这里头呢 也提高了一定的价格 当然劳动成本很高 我们也都知道 但是在过去这十来年中 据一位在中国的家具厂家告诉我 他们最近几年 每年的劳动力成本提高15% 这是一个 另外科捐杂税越来越多 而且是政府规定来收税 来罚款特别多 他们受不了了 可是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家具厂是小企业投资 小规模投资 所以跑得快 跑回美国呢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这个这么小的投资 在美国不管用 可是跑去东南亚就很有用了 是 所以他们是另外一条路 对 所以他们小投资 基本上木制家具 有很大一部分去了东南亚 另外还去了中国的内地省份 所以当年中国方面的 家具之都东莞 现在的家具厂就不赚钱了 非常有意思的分析和报道 我们感谢小夏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那么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有关于小夏的 南方建文系列报道 我们都已经为您刊载 在美国基因的中文网上了 欢迎您登入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提出您的问题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